整骨综艺上 导演把油漆装成牛奶递给我喝 我胃脚痛 梅吉伯却让我不要装 自己捂住新口装 被我弃了心脏病发 柳如烟怒目对我 着急送他去医院 一阵兵荒马乱后 无人管我 我自嘲一笑 直到节目中的吊灯砸到我 我失忆了 忘了柳如烟 退了圈 他却后悔了 公司为了压榨我的最后一丝价值 在我解约前接了一个整骨综艺 我游戏失败 被罚喝辣椒水 辣得我眼冒惊心 吐出舌头不断扇风 这时 有人递了一杯牛奶给我 我毫不犹豫喝了一大口 只是刚咽下去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 呛壳道 这怎么是油漆啊 梅吉伯眨巴眨巴眼 大金 霸达哥 你怎么这么冤枉人了 我怎么可能递油漆给你呢 他是公司要我带的心愿 也是公司指明要我做他的对照 我眼神暗烂 把杯子拿给他们 真的是油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没说谎 梅吉伯睁大眼 气氛道 吉伯达 你凭什么说我害你 你有什么值得我害的 我抓过他 那你敢喝了吗 梅吉伯惊恐抬头 还没说什么 柳如烟皱眉 吉伯达 你不要这么咄咄逼人 我咬牙 差点忘了 梅吉伯还是柳如烟的白月光 柳如烟避开我的目光 我心里一阵刺痛 梅吉伯胸口剧烈起伏 霸达哥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讨厌我 但我怎么会做这么恶毒的事 他情绪激烈 突然捂住胸口 弯下腰 痛苦皱眉 药 我的药 他有心脏病 公司还专门跟我说过这一点 让我好好照顾他 柳如烟拖住他的身体 急忙拿药喂给他 着急到 去医院 节目被迫中断 所有人都兵荒马乱的打急救 去开车 收设备 而我站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上 后之后觉得感到胃力翻江倒海 蜷缩倒在了地上 我自己撑着打车去医院洗了胃 手术后 经纪人急急忙忙进来 急把打 你看热搜了吗 他把手机递给我 上面明晃晃的标题 黑红男性污蔑心远 逼得对方心脏病发 我往下滑 下面评论不堪入目 急把打怎么还没滚出娱乐圈 背景真强大 我家年年还是心远 怎么惹他了 同公司都不放过 他就是攀上JZ 才能在娱乐圈立足吧 软饭男一个 他活在世上都是浪费空气 快点去死吧 我呼出口气 放下手机 伸手够床头的水杯 外面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好的 医生 知道了 医生走后 梅吉博道 烟烟 谢谢你送我来医院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得我吃药后 就要吃一颗糖 我透过门上的玻璃 看到梅吉博凑近柳如烟 好像落下一个吻 而柳如烟没躲 啪 门外两人都看过来 经纪人赶忙拾起 掉在地上摔碎的碎片 怎么这么不小心 柳如烟推门进来 你怎么在这儿 喜味 我淡淡开口 梅吉博眼睛更大 几巴打 你心机好深沉啊 做戏做这么全 柳如烟斜他一眼 静止走近我 倒了一杯水 我没接 抬头看着他 空气寂静了几分 经纪人感到有些尴尬 说了一句公司找他有事 就匆忙走了 又过了几秒钟 我垂下眼 伸手去接 突然叮咚一声 梅吉博拿出手机 大步上前 气愤道 烟烟 你看 我就说计巴达是装的 他是不是想让别人 觉得是我弟的东西 有问题才导致他住院 可明明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柳如烟看了一眼后 突然松开手 杯子静止落在地上 剑出的水烫伤了我的手臂 几巴达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毁了一年 他身体一直不好 如今事业才刚刚起步 你不要耍小兴子 这几天在医院 你好好想想吧 知道错了再来找我 说完 他失望离开 梅吉博得意道 几巴达 你都不过我的 就算你们如今不清不楚又怎样 我和烟烟的过往 不是你能比的 他会一直站在我这边 炫耀完 他屁颠屁颠出去找柳如烟了 明明刚洗完胃 我却感到胃里一阵静暖 带动我的身体都在颤抖 出院后 我回了家 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居然在 他躺卧在沙发上 慵懒地看一档电视剧 我回来后 他稍微坐直了些 你回来了 我饿了 想吃你做的饭 我疲惫地揉了揉额头 没理他 率先去洗了澡 出来后 柳如烟还在沙发上 只是换了一档搞笑综艺砍 时不时发出一些笑声 我进了厨房 煮了些粥 盛了一碗坐在餐桌旁吃 柳如烟可能是闻到味道 抱着薯片走过来 也坐在餐一声 怎么就煮粥啊 这几天你不在 我肚子里毒清汤寡水呢 我埋头喝粥 淡淡倒 医生说 最近得吃清淡点 他愣了愣 可能才想起来我刚大病出院 有良心地问了句 对了 你胃溃阳怎么样了 节目组对外宣称的是 我胃溃阳发作进的医院 死不了 我放下碗准备进房间 柳如烟也猛地站起来 带动椅子发出刺来一声一响 挤霸答 我还没吃饭 我脚步顿住 想到了以前和柳如烟生活的时候 我学历不好 很早就进圈混 当时柳如烟已经小有名气了 机缘巧合下我们有了交集 他感叹我勤奋认真 努力踏实 跨过我很多次 他是圈里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前辈 我不知不觉的被他吸引 更加奋进 只是我的公司致力于给我打造黑红人设 我在剧组虚心向前辈求教 公司买热搜说我蓄意接近讨好前辈 我五音不全 为了呈现给观众好的效果 苦练一首歌 公司配图我休息时躺着的照片发文 说我不行就摆了 躺平就是了 我在横店拍戏 公司挑一个著名女星 和我前后出入一个酒店的照片 买营销号说我蹭了 我和公司签了很多年合同 天价违约金我根本赔不起 为此只能一直耗着 我感觉很对不起柳如烟的赏识 但他却好似不被流眼裹挟 一如既往信我 后来我们搬到了一起 我很感谢他 生活中处处照顾他 不让他进厨房 不让他做家务 甚至洗澡都恨不得帮他带牢 他不喜欢别人进家里 因此这些都是我做的 我一直毫无怨言 他委屈看着我 我知道 他在等我把饭端到他面前 我沉默了一下 男男道 柳如烟 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仔细想想 他好像从未对我说过喜欢 当初他一句 我想和你搬到一起 我便头脑发热地收拾东西 他呼出一口气 醋梅 什么什么关系 你想干嘛呀 我沉默了 苦笑一声 把饭重重放到他面前 就想回房间 柳如烟却叫住了我 难得解释 我和梅吉博不是那种关系 我承认我曾经确实喜欢过他 但那已经是过去事了 现在我就是拿他当朋友 我抬头看他 眼里亮起了些光 他竟然会解释 下一秒柳如烟喝了口粥 又说 下期运气大转盘你就别去了 运气大转盘就是那个整骨综艺 我眼神暗烂 原来是为了这个 我摇摇头 不行 我要去 你是不是有病 算了 我不管你 但你最好不要再针对一年 下次让我知道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一周后 并起大转盘再次开拍 梅吉博对镜头白手打招呼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 上次是因为情绪有点激动 所以 总之很抱歉给大家带来不好的体验 说完他还鞠了一躬 又把矛头引向了我 我几乎都可以想象得到弹幕上的心中血语了 我面无表情 梅吉博偷偷瞟我 其他嘉宾也是脸色各异 主持人赶忙转移话题 好了 今天我们的游戏可有点吓人了 各种嘉宾猜猜猜看是什么游戏 不得我们回答 他就又自己解答了 哈哈猜不到吧 是抽盲盒 不过不是普通的抽盲盒 在这些盲盒里 有一个里面是不知名的小昆虫 其他都是安全的 听完规则后 我脸白了顺 我看过这个节目往期视频 那些动物有时候是蜘蛛 有时候是毛毛虫 反正都很恶心 综艺共有八人 但是有七个盲盒 嘉宾石头剪刀布 输的人先抽 最后赢得一个人 可以根据前者的反应 选一个自认为无害的盲盒 经过几轮石头剪刀布 结果定了下来 我是第三个 梅吉伯第一个 柳如烟是最终赢得那个人 可以等到最后抽 梅吉伯脸色苍白 苦笑 看来我运气不太好 我最害怕那种小动物 以前还被吓得心脏疼呢 他想到了什么 看向柳如烟 烟烟 那时候初中 你想吓我 结果后来自己担心的差点哭出来 你还记得吗 看柳如烟走向他 我情不自禁拉住柳如烟 他看我一眼 还是拽走了一脚 他对主持人说 我愿意和梅吉伯换一下顺序 我眼神灰败 垂下了手 他记不记得我也害怕 我曾经有一部戏 是在山林里拍的 那里条件艰苦 蚊虫极多 我实在受不了了 有一天跟柳如烟打电话哭诉 他当时特别心疼 告诉我说 如果他能代替我感受就好了 他不怕 还开玩笑安慰我 我可是打遍天下蚊虫无敌手 这么可怕的事情 我要是再就好了 把他们都赶跑 虽然知道他在开玩笑 但我还是心里暖暖的 几霸打几霸打 我回过神来 主持人告诉我该我了 前面两个人看起来都没有中奖 我看了一眼柳如烟 他冷漠地避开了我的眼 我走到盒子前 选了二号箱 缓缓把手探进去 我抑制着害怕摸到盒子里面的东西后 才松了口气 触感好像是一卷尺 很快就到了最后一个 该梅吉伯根据众人反应判断选哪个 柳如烟就在他身边 低语道 选一号 那个安全 梅吉伯往前走了几步 他停留在一号箱前 可要伸手进去时 他又快步一到三号箱前 我选这个 柳如烟蹙了醋眉 但也没说什么 我不懂梅吉伯想搞什么妖蛾子 但本能的感到有点不安 他把手伸进去 但很快又拿出来 伴随着一声惨叫 怎么了 我们的以年是摸到什么东西了吗 主持人笑眯眯询问 梅吉伯脸色苍白 捂住手腕 我好像被咬了 他伸出手 那里红肿起来 另一只手捂住心口 缓缓跪在地上 好像有毒 主持人大惊 我们准备的是无毒的毛毛虫啊 可梅吉伯却倒在了地上 众人又手忙脚乱的送他去医院 我站在原地 脸色苍白 明明没有东西 怎么会中毒 柳如烟咬牙切齿 几巴打 我说过的话你是不是都忘了 你最好祈祷他没有事 不是我 我慌张看向他 摇头辩解 他却说完之后立马赶去送梅吉伯了 得知梅吉伯只是被蜈蚣咬中 毒性较小之后我松了口气 但节目组的一组声明 却将我送上了风口浪尖 原来节目组准备的小动物 只是几个毛毛虫 害怕的人摸到 只会感觉毛骨悚然 有些恶心 但对人体是无害的 他们声称并不知道 这个蜈蚣从何而来 那在梅吉伯之前 只有我接触过那个盒子 但又没有发生任何事 几乎指明是我的问题了 一瞬间 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骂我的 这种人渣干嘛还活在世上 众仇给苏武功挖个坑活埋了 太恶毒了吧 就因为人家和柳如烟是旧识 他怕威胁自己地位吗 这么恨人家 我家年年做错了啥 本来身体就不好 上个节目差点把命搭进去 要不这次让我上吧 我把苏仁扎完死 柳如烟快点和他分手吧 诶等等 看节目里反应 不会是他一直攀着柳如烟不放吧 我看梅吉伯和柳如烟 不像没感情的样子 楼上加一 柳如烟看起来快讨厌死他了 他怎么这么死皮赖脸呢 快点认出娱乐圈吧 看着就烦 经纪人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摇头 我去让公司帮你调查 这要是坐实了 你的星途就完了呀几把打 我拽住他 你觉得公司会管呢 他沉默了 公司本来就致力于给我打造黑红人设 如今这么高的热度 怎么会去帮忙澄清 而且上这个综艺本 就是为了让我带梅吉伯 如今也算是达到了目的 他们只怕笑都来不及了 我自嘲一笑 网友对我的印象 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改的 而且 结束这个节目 我本来就打算离开了 如此来看 倒也不太在乎 我回到家 坐了一晚面后 就躺在沙发上随便翻看电视剧 也许是太累了 我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梦到了我和柳如烟的出狱 那是三年前 我和他在一个剧组拍戏 只不过 他是女主角 而我只是一个一句台词 都没有的小龙头 这是一个悬疑探案剧 我演一具尸体 一天休息时 我啃着面包 看着手机里那些 前辈演的相关好剧 旁边还放了一本诗检手机 突然耳畔传来一声轻笑 我扭头看去 是穿着戏服 笑容明媚的柳如烟 他指着我手边的书 这么努力啊 我眨眨眼半天 才回过神来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手忙脚乱的 把书藏到身后 结结巴巴道 随 随便看看 他笑了笑 努力不是什么坏事 现在很多演员 都不愿意去钻研演技了 你这么认真以后 一定会有回报的 不远处有人叫他 他对我摆摆手 加油 直到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我的视线都没收回来 虽然待在剧组的时间不少 但在我的认知里 我一直都觉得 这种大明星离我非常遥远 挤巴达 挤巴达 我缓缓睁开眼 梦中那个鲜言明媚的 脸于眼前 这个渐渐重合 只是变得稍显凶恶 柳如烟阳阳怪气道 你还睡得着呢 把别人害成那样 自己倒是怪安逸的 他脱掉外套 捋了把头发 把鞋甩掉 赤脚走在地上 给我做点吃的 饿死了 我把丢在身上的外套 拿下来 问 你就不怕我给你吓死了 柳如烟被气笑了 转过身 你现在越来越叛逆了 说都说不得了 我会不会做你真不清楚吗 他明知道我怕虫子 却还是这样一意不行 把罪名按在我头上 就因为他的白月光 没及薄受伤了 所以怎么都是我的错 我垂下眼 下定决心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柳如烟瞳孔咒所 声音拔高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不卑不抗 一字不落的又重复了一遍 他冷笑一声 反问 我们有在一起播吗 我脸色一摆 指甲戳尽手心 总之 你的东西哪天有空搬走吧 今天你住这吧 我出去住 搬走就搬走 谁稀罕你 不用你出去 你以为我就你这一个地方住了 这么小的地方早都想吐槽了 告诉你 以后也别再找老娘 说完 他拽门离去 第二天早上 我还在睡梦中时 柳如烟就带人进来了 他带了好几个工人 声势阵仗地指挥着他们搬东西 我从卧室出来 他瞥了我一眼 催促的声音更大 我懒散地倒了杯水 柳如烟咬了咬唇 走到我面前 喂 一会儿和我一起去医院 我皱眉 他仰起下巴 理直气壮 你把梅吉伯害成那样 不去道个歉吗 我问心无愧 为什么要道歉 我还是去了 不过不是为道歉 都怪狗比公司强制要求 定床上梅吉伯若柳扶风 一步一渴 我暴毙看着柳如烟 上前对奇观心呵护 嘘寒问问 一顿寒暄后 梅吉伯若若看向我 霸达哥也是来看我的 我翻了个白眼 还没说话 梅吉伯突然大声道 吉霸达 你别害我 我不和你抢柳如烟了好不好 你别过来啊 话音刚落 外面突然闯进来几个记者 举着话筒一句接一句的质问我 吉霸达 请问梅吉伯此次中毒 真得和你有关吗 你真的想害他吗 请问你和梅吉伯 还有柳如烟 还有大家不断逼近的身体 柳如烟大吼 出去 但没人听他的 他好不容易挤出去 叫保镖拦住了记者 拉着我的手跑了出去 医院楼下一个隐蔽的拐角 他停了下来 喘了几口气 那些人怎么会来 我难难道 可能他想营销卖惨了 做事我看他不顺眼的事 柳如烟张了张嘴 这次倒没反驳我 只是欲言又止看着我 你 下期节目别去了 我看他一眼 缓慢摇了摇头 他突然暴躁起来 挤霸答 你到底怎么想 你不知道外面那些人 都怎么骂你的吗 你是不是受虐狂啊 看人骂你你是很爽吗 公司答应放我走的 最后一个条件 就是参加完这季幸运大转盘 并为梅吉博打出知名度 下期就是最后一期了 我不可能再正式放弃 很快 最后一期开播 梅吉博画了一个白开水妆容 显得自己脸色寡淡 但又不适清秀 我在梅吉博后面出现 形成了两个极端 弹幕上激情开卖 节目组也是神经吧 什么人都请 这样的人还敢来呢 既把打响赚钱想疯了吧 到底是谁在招打呀 208瓦就是好 有热度就有钱赚 人品插成这样 都还能出现在观众面前 甚至有现场观众不顾阻拦 越多重重阻碍 跑到我面前扔纸巾 我怀疑 如果不是进场要做安检 我身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垃圾 幸好安保人员 及时出现制服了他们 被拉走的人一点不敢 骂骂咧咧的 还在对我吐口水 忙活了一会儿后 现场才终于回归秩序 主持人道 今天其实还是个特殊的日子 以免你自己来告诉大家吧 梅吉伯笑了笑 腼腆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主持人问梅吉伯 有没有什么愿望 梅吉伯想了想开口 但我需要一个人帮我 说完 他看向我 忙着发呆 能不能误Q 梅吉伯无辜道 我之前和霸达哥有些误会 刚刚的观众应该也是误解了 你能配合一下我吗 我家宝宝太好了吧 天杀的 纪霸达到底怎么敢的 梅吉伯这是想兵事前嫌了 日常一问 纪霸达背景到底多强 宝宝这叫误会啊 他都要害死你了呀 只冷起来把苏仁渣送进去 又要乱死要感觉有些茶 楼上那个 你和苏仁渣一伙的吧 茶茶茶 你是几百年没喝过绿茶了 看谁都像茶 柳如烟立马道 他呢 我低头看他 他拽拽我的袖子 低声道 这是个多么好的解释机会啊 让网友看看你并没有想要针对他 你把握住机会啊 众人都看向我 我只能硬着头皮伤了 梅吉伯说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很多事情没法去做 但今天他想要体验一次掉薇亚的感觉 他带了道具 希望我能帮他一起操作 我在后台 控制着薇亚的升降 很快 梅吉伯说可以下降了 我立马降低 只是在离地面还有两米多时 薇亚突然不受控制了 骤然降低 砰 低一声 我眼睛睁大 众人手忙脚乱的去扶摔在地上的梅吉伯 柳如烟怒目对我 吼道 几霸达 你怎么就是死不悔改 这么想害别人 你自己怎么不去死啊 你去 几霸达 眼前他表情突然变得惊恐 我有些茫然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很快 我就知道原因了 我被重力冲击倒在地上 头脑一阵血液 眼睛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 红 刺目的红 我感到有人抱住我 最终陷入了黑暗 再次醒来是在医院 医生说已经过了将近两周了 我头皮严重裂伤 但随着脑震荡 还有轻微炉内出息 经纪人来看我 还带了一个大果然 激动道 小达夏 你终于醒了 我都怕你蛇在这儿 阿布呸呸呸 醒了就好 李哥从我出道开始陪我到现在 我不是他手下唯一的艺人 但也勉强算是最红的吧 如果黑红也算的话 也已经好几年了 面对他不多见外露的关心 我笑笑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类 啪 杯子碎在地上的声音 一个女人冲过来按住我肩膀 激动道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 他几乎要喜极而起 但我只是疑惑的 你是 他愣住了 所有的动作都消失了 仿佛被按了暂停键一般 半晌后好像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不认识我吗 他看起来像要哭了 稀奇地看着我 期盼着我否认 但我只是抽出手 坚定地摇了摇头 李哥给我说了他知道的我和柳如烟的所有事 柳如烟后来近来时情绪明显好了很多 医生说我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 可能是那个人给我的伤害太深了 所以潜意识里想要忘记他 至于恢复 可能很快 可能很久 也可能不会 柳如烟听完后更想哭了 但他努力忍住了 只是声线颤抖问我 几巴打 你是在怪我吗 是我 伤你太深了吗 我沉默了 按李哥说的也许是 不信任我 一次次质问我 一次次吵架 一次次离开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 心里自然也没多大感受 于是我只摇摇头 但柳如烟好像更受伤了 他深吸一口气 像再也忍受不了了 找了个借口跑出去 我好像听到了他的屋页声 但我只是转头看向窗外 比起无关人的情绪 我更想知道 今天窗外的蓝尾燕子 还有没有 柳如烟不让我看 任何电子社会 我问他没记脖怎么样了 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沉默了会儿说 几巴打 你先别管 我会处理 他确实说到做到了 有段时间他特别忙 我清醒时候 甚至都见不到他 只有在第二天醒来 看到桌子上的花石才知道 他来过了 但有一天 他心冲冲 眼睛亮亮的来到病房 把手机塞给我 我看着他不复以往的精致 不知忙碌了几个大夜 他眼下乌青 眼熬得通红 嘴唇干裂 但脸上却是笑着的 我看向手机 娱乐头条 爆出了运气 大转盘综艺的所有内容 尤其装作牛奶 蜈蚣事件 还有这次调威亚 都是梅吉伯联合节目组安排的 公司这次竟然也难得为我说话 澄清以前我的黑料 都是为了炒作热度 其实真相并非如此 还放出了一系列证据 当你不红的时候 没人想去了解你 大家都以黑你为乐趣 一件相同的事情 别人做是对的 你做可能就是错的 这些爆料轰动一时 网友扒出了我很多敬业的事 圈里好友 还有合作过的一些导演演员 也为我发声说话 一时间 我的口碑急速逆转 还收获了一批愧疚 我嗓音干涩 你做的 柳如烟嗡了两声 得意的看向我 像是祈求夸夸 我从李哥那里已经了解到了 她是柳家的大小姐 为竹梦才来娱乐圈 有这样的实力似乎很正常 不管我和她以前如何 我还是很认真的向她道歉 虽然我已经不打算 在这个大染缸里继续滚了 一个多月后 我出院 我去找了公司 希望他们旅行当初答应我的事情 但他们却开始了踢皮球 顾左右而言 她张总顺着我的气 把我按在沙发上 小达呀 你怎么不早说 你和刘小姐关系这么好呢 她以前也不管你的事 谁知道你都能超过她的就像好了 小达呀 你看你现在资源这么好 好几个本子都递过来了 你不考虑考虑 这逆风翻盘的事 可是千载难逢的呀 指定能在乎 我冷笑一声 怎么 还想压榨我 让我黑红一把 张总抹了抹冷汗 哪能啊 咱们公司最好的资源 肯定都解决了 我不肯退步 张总最后也冷下了脸 不肯放我走 要么我留下来 要么赔天价违约金 我看着身后大楼 瞇了瞇眼 迟早有一天要你求我 我开始发奋图强 每天拼命学习 虽然学历不是很高 但好歹够个考试资格 只是柳如烟每天都来骚扰我 还一天天地想搬回来 让人有点愁 一天 我正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门铃又响了 我不耐烦地打开门 你怎么又来 话音戛然而止 梅济博怒气冲冲地推开我 毫不客气地闯进来 你个贱人 你给柳如烟挂了什么迷魂药 他敢这么对我 你把我毁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外面的人 现在都怎么说我吗 绿茶 星鸡身 人渣 这明明都该是你的代名词 我不该是这样的 几霸的 你怎么不去死啊 那天你就应该被砸死 他每说一句话 就摔我家里一样东西 到最后 地上已经一片狼藉 甚至还有一个花瓶 朝我飞了过来 我连忙避开 但一只手比我更快 拉得我裂下了一下 柳如烟紧紧拉住我的手 把我护在身后 吼道 梅济博 你疯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舞台坠灯 是你设计的吗 没有曝光你你就该制足了 还敢来闹 是真想进去是吗 我愣住了 你看啊 这个人明明说爱我 说不会放过伤害我的人 但他其实心里一百分清楚 是谁害的我 却还要包庇 梅济博要走 我淡淡的 慢着 把我家东西赔了 他顿主 不可置信看向我 气得跳脚 你就这么缺钱是吗 你有本事报警抓我呀 你来呀 我默了默 决定遵从他的意愿 只是一只手 按住了我打电话的时候 算了吧 我替他赔 梅济博走后 柳如烟解释 他身体不好 需要很多钱 最近又没什么功夫 我和他好歹相识一场 没有别的意思 我奇怪看他一眼 只要赔我钱就好 管你为什么 不过我心念一转 痛心道 你能不能处理好 和他的关系再谈其他事 我可不想每天 他都来闹这么一走 我的头可承受不住 哎呀 现在就有点疼 柳如烟花容失措 连忙答应 自我头受伤后 他就很在意我的健康 生怕给我刺激出个后遗症 我终于过上了一段 安逸平静的日子 几个月后 看到放榜名单的那一刻 我前所未有的放松 公司又一次给我安排了通告 我拒绝了 又去找了张总 我再一次表达了我的诉求 张总不耐烦了 挥挥手就要让人送我出去 我拿出一份优盘 音测测道 你也不希望这份东西流传出去吧 张总猛的站起来 眼睛死死瞪着我 那是什么 我吃笑 你真以为我在公司这么多年 一点把柄都没有 你想做什么 解约 张总又慢悠悠的做了回去 你真以为我怕你 你出去看看 有没有哪一家媒体感受 我一根手指竖起来指了指 若是上面呢 走出公司大楼时 我谈了谈手里的解约合同 笑了 路过垃圾桶时 我随手把优盘扔了进去 柳如烟时隔几月再一次来找了我 听说你解约了 我点点头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 半上道 解约也好 你之后还想去哪家公司 要不要来陈渝 陈渝是他所在的公司 我抿了口茶 不用 柳如烟还想说什么 我打断他 你以后也不用来找我了 他愣住了 男男道 为什么 随即又交集起来 我已经和梅基博断掉 我不会再给他一分钱 并把他送到了国外 他不会再回来了 不是 我要搬家了 这个房子离工作地方通勤太久 我准备换一个 正好也可以远离一些 以前乱七八糟的人和事 柳如烟离开前问 几巴打 你是在躲我吗 我摇摇头 他眼泪落了下来 但是硬气道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让你在这行混过下去 到时候你只能乖乖来求我 现在你还要赶我走吗 我古怪的看了他一眼 到卧室拿出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现在是国家的人了 你封杀不了我 正式上任后 我的日子舒服的不是一心半点 最爽的就是去小型娱乐喝茶的时候 你好 睡午饥茶 我笑眯眯的看向张总 他一脸便秘的表情 但还得恭恭敬敬的把我请进去 哈哈哈哈 天道好轮回 苍天绕过谁啊 舒爽 只是在回局里的路上 只是上个厕所的功夫 却差点遭遇血光之灾 我看见在一个高档咖啡厅外面 柳如烟和一个包裹的很严实 一身黑的男人在拉扯 我有些奇怪 于是走近了些 但那男人看见我却好似更激动 他不知从哪拿出一把刀迅速走近我 急把打 你去死吧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感觉一个人扑进了我怀里 同时 刀具捅入皮肉的声音响起 再接着 是周围的尖叫声 脚步声 拨打110 120的喧闹声 柳如烟 我吃红着眼捂住他的伤口 凶手是没击薄 他本来是在国外 但不知用什么方法偷渡了回来 这次他故意杀人是板上钉钉的事 几年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了 柳如烟经过抢救后 转入了普通病房 幸好没有伤到要害 我请了几天架在医院照顾他 领导听说了我的事也很理解 很痛快批准了 柳如烟的身体好些后 我会陪他去楼下散散步 晒晒太阳 他笑着道 我感觉现在好幸福 你如果呢 我没有让他说完 转移了话题 他眼神黯然了一瞬 又很快恢复正常 只是晚上我要走时 他轻声道 几巴打 你以后不用来了 停顿一下 他又道 你这样 只会让我有更多的幻想 我没回头 也没回话 静止走了出去 我没有再去过 只给他请了护工 期望他能恢复得好些 后来我在听到他的消息时 是他宣布退圈的时候 著名女星在最红时退圈 也激起了很大的讨论度 但很快 大家又被其他的事情吸引了注意力 在提起时 也只是一片唏嘘 我在单位里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很可爱开朗 但又很有脾气 我被她吸引 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两年后 我们决定结婚 我难得发了朋友圈 公布这个喜讯 柳如烟也给我留言了 让我到时候记得给他发情帖 婚礼那天 他果真来了 只是穿着一身白曲 带着铜纱 一时间都会让不认识的人诧异 到底谁是新娘 他一步步走来 几巴打 你愿意和我走吗 我脸色铁青 你不要在这里丢脸 这是我的婚礼 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 你发朋友圈 给我发情帖 不就是为了让我来吗 不然你为什么要请前女友 我被他这个歪理震惊了 沈幼楚脸色也很难看 掐了我一把 怎么回事 我立马抬手求饶 让保安把柳如烟丢了出去 只是婚礼结束后 没想到柳如烟还没走 他拦住我 泪痕都干在了脸上 几巴打 我堂堂柳家大小姐 都已经这般放下身段了 你都不接受吗 以前的事你就这么放不下吗 你要清楚没有人 会比我更爱你吗 他说着 眼泪又涌得出来 可我只有不耐烦 你这么只会消耗掉 我对你的愧疚 我拉过刚走出来的沈幼楚 亲了一口 这才是我喜欢的人 是我想要共度一生的人 沈幼楚配合着我 刺激走了柳如烟 只是那要刀我的眼神 让我觉得今晚不妙 老婆大人 能不能不跪流连啊 键盘 能不能再换一个